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住产室双利是名副其实的现代版接生婆 我可以说从小我对人就是蛮有好奇心的 我非常喜欢跟别人互动 所以进入护理其实是 也就是像我所说的非常机缘巧合的 所以这一条是孙子幸福的 我们只听到她的语言 为什么会走上驻城市这条路 我觉得我想帮助这些妈妈 然后可以帮助她们 就是很顺利的进度 经过她们的产生分娩 我每天最大的一个推动力 就是看到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产生分娩 一个非常健康的宝宝 一个非常健康的家庭和快乐的家庭 来 安宏 你先换衣服 来 小心点 产妇即将分娩 关键时刻来临了 助产是要观察产生的发展 胎变的心跳 你现在听到孩子的心跳 现在孩子的心跳大概148 只要是接110到160之间就是正常的 有时候有可能有突发的状况 助产是这时候也能够给予震荡的处理 子宫已经开了三个公分了 所以医生就进来打破洋水 然后掉水催生 好不好 有时候当遇到难产的时候 助产是也可以帮助妇产科医生 当难产的助手 心跳74 体温正常 如果有什么需要找我的时候 按红色的领好不好 好 2010年在医院的鼓励下 我们又要再开办助产室诊所 我们希望能够给孕妇另外一个选择 由此以来 就可以让那些妇产科医生 有更多的时间去照料那些高风险的孕妇 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 开办助产师诊所能够继续地发展我们的技术 其实助产师诊所其实不会是一个新的理念 其实在四五十年代 我们其实就已经有 助产师在邻里的诊所被孕妇做产前检查 还有产后照顾 只是到了1970年 所有的生产都回去了医院 所以这些诊所也都关闭了 双利接生过的婴儿不计其数 包括莎莎的两名孩子 莎莎又怀孕了 知道双利是她的助产室 高兴之余 心里也觉得踏实了 我其实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她在那里 因为我会更舒服 我认识她说我更多事 她说我说 这次回来会很容易 不像以前 我认识 你只需要 说话她给我 完全是同样的 她说我第二次 第一次 我非常舒服 我认识她做什么 她想要做给我 肯定是同样的 因为你会有同样的 我认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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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特别的 你能感觉到 从一个人 想要结束工作 或是很严重的 你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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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 是更重要的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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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父母都希望孩子 顺利诞生 健康成长 但是这些小豆豉 却需要为活下来 而艰辛地呼吸 每一口气 周丽是主角富佑医院 居家护理部门的护士 她在这里工作 已经有两年半了 我的病人一般都是小过十六岁 从出生就开始知道 有一些不正常 需要长期护理 有些可能是先天性正常 可能是因为一些 可能也是需要特别护理 当她需要特别护理的话 医生就会委托给我们 这一天 周丽来到了小病患家里 安乐今年六岁 一出事就要靠仪器 帮助呼吸 我们所谓 不要偏要输的家庭 我们都会去做 例行的检查 曹春波出来也是没问题 当宝宝生出来的时候 真的是很难去想象 为什么那个之前和之后的那种感觉 完全不一样 第一眼看到宝宝 我记得在NICU 我哭到很惨 很伤心啊 因为 我一想到他就是 在那个产房里面 全部都是那些针线 然后 我不可以接受这样 因为 我一看到我就不可以接受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一讲 我把他抱在手上 他也是很软绵绵的 然后 很心动 看了 恩乐在两岁以前和死神不断搏斗 他进出急诊室十三次 其实每一次送他进去的时候 心惊胆跳 因为你不知道说 这次你抢救得回来他 一色情形要开一个洞 再要活 然后 可以帮助他 呼吸比较顺畅一点 抽谈比较容易一点 可是 我们就是不舍得 因为 讲说身为一个父母 在孩子身上 开一个刀 是等于在自己的身上 隔一块肉针 所以 真的很难做决策 最终我们做 因为 最主要就是能救回他 那才是重点 他在医院住了四个月 他都会有 Home Care的护士上来的那个 叫我们这样去换那个 然后 Home Care厅 也会考试这样 就是说 OK 你会了 OK 我们满意了 他才可以说 让你的孩子出院 所以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 步骤 我们对家长和 或者是看护的要求 应该更高一些 因为我们的 这一群孩子 大部分人都是 没有办法沟通的 就比如说他很痛 他也没有办法讲 比如说他很不舒服 他也没有办法讲 所以我们就培训 看护或者是家长 他们一定知道 观察 怎么去观察 这个孩子 是需要 现在需要抽弹了吗 是现在需要 给他做什么了吗 再多 再多 孩子回家 需要些什么东西 我们都会把它准备好 如果他有呼吸机 有抽弹机 有氧气机 他太多东西回家 去帮他 订阅 就是什么东西 放在哪里 什么时候用什么东西 然后第二天 我们还会打电话给他 因为一个病人送回家了 有时候心里也会担心 他可以照顾 从2001年开始 主角富有医院的 小儿居家护理计划 悉心护理了 1660名孩童 恩乐是其中一名 妈妈第一次 为孩子换喉管 心里是又害怕 又心酸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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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我看到那个洞的时候 其实我吐了一次 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是假 然后他的伤口也很鲜 然后看了就很怕 然后就觉得为什么很像这样 所以大概换了两三次 我才慢慢可以克服 坦白讲是不容易 因为没有经历过的人 就觉得很简单的 可是当你自己看到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心动 你也觉得很恐怖 坦白讲 我也是就是在那些 家庭教导师 就是教导之家 他们也是很耐心教我 所以我慢慢在克服 每三个月他们都会来我们家 我们也会去家庭 visit 我们都会跟他们交流 分享决人的情况如何 家庭是我们一个桥梁 帮我们通知医生说 OK 现在我们的孩子 有这样的情况 你可以怎么帮他 所以其实家庭对我们 也是挺重要的 我们也是很难说 去家里教一天两天三天 这样持续的过程 但是我们可以去评估 看他做得怎么样 所以他的看护做得也是蛮好的 这几碗有因为他 Jaren他好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 只是他不能走路 他的头脑是很聪明的 对 你这么聪明 你再按一按一按 你再按一按 为什么再按一按 可能就是说 大家都是觉得呼吸很容易的一件事 可是你不知道 每天有这么多人 在挣扎着每一口呼吸 所以我们照顾那些病人 看到他们康复 能走出家户病房 去到普通病房 是觉得很有满足感 当我们发现说 他可以发出声音 叫爸爸妈妈 这个比喻做马克 真的真的 这个真的是很开心 一向来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当他们这些特别小孩会做 哈喽 100ドル 真的是很开心 你不会觉得 他会有一天有这种 叫爸爸或者叫妈妈 跟你讲Good night这种 5 6 7 8 9 4 OK 对 这样子就对了 OK 继续继续 快一口气 加油 在临产的时候 助产师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 来 因为父亲来的时候 通常都会焦虑 通常都会不安 助产师在此时 可以给予 人与上的安慰 还有鼓励 OK 来 快一口气 加油 加油 还有痛吗 1 2 3 紧 初始就是父女而已 更轻松 更好地配合产生和分娩的过程 其实当我每次跟人家说 助产对我来说是一个减压的一个方式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 那是一个非常荒谬 一个非常好笑的一个 他们觉得我是在开玩笑 对我来说 在他们产生的过程 那是非常的直接的 就是说你所给的照顾 你所给的感情 你们之间互相的交流 那是非常的真的 非常的直接的 所以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1 2 3 紧 往下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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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杰斯敏 你好 Sarah Sarah 育恩 也是周丽的小病人 我来到居家护理的时候 杰斯敏跟Sarah 他们都已经培训过 在家里 他们有很多机器 Sarah 头第一个月 在属脚医院的时候 她是不能吞眼的 有好几次 也是从鬼门关给抢救回来 是因为她那个氧气 不能往下到她的肺部 医生就讲说 为了要安全地 把她给接回家 就让我们做一个决定 要不要在她的户中 开一个小洞 然后利用呼吸管 来帮助她呼吸 出院的时候 居家护理的护士们 会陪着我们一起出院 所以到了家 他们是帮我们 把育恩所需要的那些仪器 给设定好 他们给很多鼓励 叫我们不用担心 有什么事情都可以 打电话求救 我记得刚出院的第一个礼拜 我一直打电话给她们 我讲说 怎么犯 冤了 那个奶子的管子跑出来了 或者那个吸管 从嘴巴 其实不可以到她的呼吸管里面 不过当时可能太急 匆忙了 就忘记 我也打电话给了护士们 他们讲说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会担心 她一个人在家照顾 可以吗 所以我拿着那个电话 我看晚上 有没有电话打进来 我们一定会有一个 跟进的过程 没有说回家就 没有再跟进 紧钻和孩子承受的痛楚 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 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货上车走得特别快 所以你从上到下 那天的适应时间 其实不是很长 不过现在 因为照顾孩子久了 就是有居家护士的 那个协助 跟培训 我们现在会 比较有信心地说 可以照顾我们自己的孩子 这样的话 货上车觉得说 好像突然间 好像没有走得那么快 而且不是那种 就把你带到很高峰 又把你给跌下去的那种感觉 就比较平淡 有时候新的病人 父母他不能接受孩子这样 会有时候就说 你讲的话 他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我就会让 同样情况孩子的父母 我就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他聊了之后 真的很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 我要感谢 这些在家的妈妈们 给我们很多支持 对 紧钻在家里也不会闲着 他通过网络周刊 和其他有同样经历的父母 分享不轻言放弃的爱 与执着 其实他们所受的苦 跟普通的儿童们 比较起来是更多的 肯定 不过我会觉得他们很破定 其实他们是很幸运的 因为他们受到的爱护 比任何一个普通孩子 还来得多 我觉得进入居家护理了之后 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就不会这么高 以前会每次说 你要学习 一定要考个A 考个什么 那你干嘛要考 我觉得别的都是假的 你有健康 你才有拥有别的东西 帮助别人把新生命 带到这个世界 一直是双利快乐的使命 他也在这家医院迎来了自己的三名子女 进庭今年十五岁 建峰今年九岁 还有新游今年七岁 他们三个都是在主角妇幼院出生的 当我以前像我还没生过孩子之前 有时候你找你在指导谈部的时候 当他们问你你有生过孩子吗 你就说哦没有 你说我会觉得说 其实产妇会觉得说 你说话的那个 可能那种分量就其实就是说 就会变成不足了 不过反正如果说 你生过孩子以后 你说话 因为你有一个经验 你不是在说某些东西来哄他们 还是说一些东西就是没有经验的 80K啊 喂喂喂 辣弟一百二十三分 OK 我一个女士呢 因为我老婆是住产时 所以对这方面我会比较放心 因为我记得她的同事很多同事都会跑进来帮忙啊 看主啊 所以我还是会比较放心 不过真的是妈咪不做这行 我会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我看着妈咪做什么 我还是喜欢帮助别人啊 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 因为非常骇人啊 为她感到自豪吧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质业 五六七八九十 往下压往下压往下压 继继继继继继继 OK对对对 这样子这样子就对的 OK继续继继继续 主角富有医院平均每天有三十到三十五名新生婴儿诞生 新生婴儿清澈响亮的提升 给人间带来无比的欢乐和希望 双历当助产室的工作 也早已升华为生命最动人的乐章 每一个生产的过程和分娩的过程 都是非常的独特和深深的 可能带来一些帮助吧 以后你是万人迷的 你看他没有出车我们就在等你了 等了很久很久很久 你知道吗 你要讲话哦 他讲怎么办啊 讲话你就吓一跳了 你没有空啊 那整天要跟你坐这讲话啦 OKOK不要讲话 哈喽 当孩子诞生的那一刻 我总觉得我的心都会被新生父母的喜悦 他们的快乐所感染 所触动到 中东西 好 我 我不想 很厉害 刚才发兴 mov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